臣想請陛下開恩 成全我哥與居點一的婚事 居點一 跌入海的月子 跟隨風起落 吹開明麗紅塵 我初見星河 一生天地山河 見念你的我 不怕土雨連煙被割 你再見的光影 沿著夢裂泊 鋒芒涅槃如我 重染了喜樂 銀盾雨成海色 竟隨你跋涉 無懼像巨浪 荊棘薄捉 你見過我 煎熬的 清晰的 癡程的 心從被鳴力過 帶著它地窗戶的 笑容去 半夜遼闊 每一絲絲一縷綠 鏡子珠 放在我生命 張開營光 我半疼 半心 張開營光 一隻蝦 思念金牌蝦水餃 邀您觀看高光時刻 進來 師父 丁桂兒齊天 外用致腹線 丁桂兒齊天 邀您收看虎珠夫人 王 臣有一事不明 趙鋒是身法詭異 速度之快 超過風 力量之大 勝過刀劍 可為什麼在疊全谷 襲擊地區會失敗 那是因為他遇到了不該遇到的人 王指的是 我曾有一個弟弟 叫多汗 在洪耀元戰場與他走失 他外貌神采皆與我相思 如同亂生 此事虎酷各部無人不知 可這跟趙風師有什麼 難道 多汗現在人在大爭 他就是方建明的大徒弟 方卓英 蘇明來投靠本王的時候 方卓英 曾追踏至漢州 本王一看便知 他就是多汗 而趙風師曾發誓 將永遠效忠於吾母 弘耀地基 難怪趙風師會失守 那若多汗 死守在地區身邊 那趙風師又該如何下手 你可知道 在上古秘籍中 還有一個更為神奇的功法 叫河路煉金 習此功法 身體則猶如銅槍鐵壁 任何刀劍不可傷之 難道王說的是 煉金師 倘若煉金師 與趙風師 與朔日 一同向地區和方建明發跡攻擊 他們可有逃場之機呀 是 何人 主事 起身了嗎 進來吧 主事 主事 這會兒備辦早禪嗎 去把這些廢料燒了 仔細些 是 主事 句點一來了 正在大廳裡挑選布料 知道了 是 這一批 記下來 是 句點一 句點一 這位那關 布料 多謝句點一 你這下賤的配子 做事毛手毛腳的 倘若驚擾了句點一 仔細你的皮 去去去去去去 是 是 師叔叔 句點一 你是有所不知啊 自從這少府建出了細組 雖說陛下念我在宮中多年 只打了我二十行仗 罰了我一年俸禄 可這宮裡上上下下 都瞧我師某不起呀 我要是再不仔細點 我怕是連活都活不下去了 師叔叔不必有心 連陛下都盛財 您只是疏忽之過 又何必管他人如何呢 是是是 點一說得是 今日點一 要選何種布料啊 這流想著眼下已是秋日 該提早為陛下 與舒容妃 準備入東的衣衫 便提前來少府建 挑選冬季的衣料 點一好心思啊 未雨綢繆 好 只是這布料的事 何必親自登門 只需要讓領錦絲的秀女 知會一聲 我便親自給你送過去了嘛 少府建事物繁多 這流不好麻煩師叔叔 哪裡的話 不麻煩不麻煩 點一儘管挑選 方才師叔叔不在的時候 這流已經選定了私物品 暫時這些便是 都已告知這位內官了 好好好 我這就安排人 送過去 有勞師叔叔 客氣客氣 送句點一 是 句點一 請 句點一 又有些日子要忙了 無妨 平日裡閒著 也不知做些什麼為好 句點一 句點一 請留步 句點一 句點一 請留步 師叔叔 幸好來得及 方才啊我差點忘了 前幾日 廠王殿下找到我 邀您去他府上遺序 廠王 是這樣的 聶飛曾給廠王留下幾件繡品 這前一陣子 府上的人檢查 發現有物件抽絲了 這府上的手藝人 記憶不佳 他就無法修復 原本廠王是讓我去的 可是句點一 你說我哪懂刺繡啊 是不是 於是我便向廠王殿下 舉見了句點一 廠王這才下令 邀您到他的府上 走一遭 補一補 修一修 既是廠王殿下的意思 這流言敢不從 只是要修繡品 還需回到林景司才好 我的點一大人哪 這廠王府什麼沒有啊 你自管前去便是了嗎 這樣吧 還是由師某帶您去吧 這樣 我也好給廠王殿下一個交代 如何 也好 有勞師叔叔 點一大人 這邊請 參見廠王殿下 按照您之前的吩咐 修補聂非救物之事 我這不 將句點一請到您的府上 總算不負殿下所命 參見廠王殿下 免禮免禮 拘典禮 拘典一 有勞了 殿下不必客氣 奴婢應該做的 快 請拘典一去繡房 好生款待 不可有一絲一毫的怠慢 是 拘典一請 拘典 師主是 隨我來吧 黃大人 方大人 典一可在 典一不在 早起去了少府見 一直沒回來 是啊 往常若去了少府見 這個時候早該回來了 我們正擔心呢 我們正擔心呢 是 你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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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end ש 方大人 方大人 这是怎麼了 說 本王該如何罚你 殿下 何處此言呢 本王母妃秀品 確實有抽司不假 但也沒准你 也沒讓你 帶什麼據典仪來 本王府上修善秀品 你假傳本王的旨意 難道不該罚 殿下可曾聽說過 救人如同救己 本王可从来没打算过救你 你是何目的 从十招来 奴婢将居典仪带到殿下府上 只不过是为了朔日 朔日 什么朔日 奴婢在销毁消息的时候 恰巧居典仪经过 奴婢实在分辨不出 这居典仪是觉察到了什么 还是没觉察到什么 想来想去 奴婢只好借口殿下府上有事 才将居典仪带到此地 也只有将居典仪带到此地度过朔日 大家皆可平安 若是殿下还不明白 奴婢可再提醒殿下 当初殿下是与谁定下了盟约 你是夺落的人 夺落的人 殿下未免把师某看得太过浅薄了 我是谁的人 殿下不必猜测 殿下只需要知道 奴婢是来帮殿下的 你好大的胆子 既不愿承认身份 还把人带到我的府上 方才殿下没有拆穿奴婢 想必殿下也知道 这出戏要是接着演下去 百亿无遗憾 再说了 这大征的天下 迟早是殿下您的 奴婢也是殿下您的奴婢啊 你这么说 是想把火眼拉下水吗 奴婢不敢 此事成也奴婢 败也奴婢 绝对不会牵连到殿下的 只是 奴婢绝不允许 让那个下子 坏了大事 据点仪 这幅寒江白鹿 是聂飞在时最喜欢的一副绣品 但经历战乱 老物件已有几处破损抽丝 还请点仪多费心 指点奴婢们修补 针线可曾背齐 已经备好 开始吧 是 方大人 可有找到 据绍府舰外植岗的兄弟汇报 原本 居点仪是要回灵锦司的 但不知为何 居点仪又跟随施主师 一起离开了 施主师 方大人 宫门口的兄弟看到 居点仪和施主师 一起离开了皇宫 可断断续续听到 他们好像是一起去了 长王殿下府中 公爷 您此前下令 从刘伤旧府藏书阁 搬来的藏书 都悉数运到了 运到昭明宫 送到我书房里 是 公爷 师父 我已经巡视过一遍了 并无异样 师父 宫中守卫任务繁重 您又如此操劳 我看您还运回来 这么多的书 师父的伤 当真无妨了吗 好的差不多 上次您吐的那口血 真是紧张死了 那日是因为听到巨响 觉得不对 一时着急乱了经脉 处罚旧伤而已 当真 我现在不是站在你面前吗 有何异样啊 是海事多虑了 一起走吧 我回昭明宫去 你去检查暗卫岗寿 是 师父 昨日我与哲音哥聊天 发现他好像有心事 这么多年 从未见过他如此 哥 你去哪儿啊 师父 这刘被人带去厂王府 我要去 回昭明宫再说 师父 回去再说 师父 哥 有事好商量 你别一个人单打独斗的 好商量 你知不知道 曾刺杀陛下的赵风师 去过厂王府 现在敌人在暗暗 这刘在明 他一个弱女子 倘若厂王真的有意 你让开 我现在就 哥 你 不许去 不许去 师父 现在是什么时候 你是什么身份 如果你不怕露出破绽 引起怀疑 加害于浙流的话 你尽管去 可是 好了哥 我觉得师父说得有道理 倘若厂王真的有异心 也不会在自己的府上 对浙流怎么样 你现在这样贸然地去 反而对浙流姑娘不利 师父 那您说 那您说 该怎么办啊 事发突然 先查出厂王的目的 哥 我有法子 既能不让厂王起疑心 还能平平安安地 将浙流姑娘接回来 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事情 一定会做到的 只是你要给我点时间 在这之前 不要鲁莽 等我消息 兽子哥 小公子 这 可是有何异常吗 并无异常 哨子哥 我是来见陛下的 见陛下 小方大人 小方大人 陈方海士参见陛下 陛下 陈 已经闻到糕点的香味了 这个方剑明 也太大胆了 并非是师父透露给臣的 只是那日陛下遇袭 臣无意看到 陛下与师父打的暗号 所以臣猜想 是不是陛下跟师父有所计划 陛下并非如外界看到的那样 身受重伤 昏迷不醒 起来吧 谢陛下 方海士 你是数老鼠的吗 怎么眼睛比谁都减 说吧 这回又要提什么要求 臣不敢 臣只是 你不敢 就你这胆子 有什么不敢的 你哪回来不是带着诸多要求 说来也怪 这竟还依依准许 真是招了你的道了 陛下 您胸襟宽广 能装成天地 过去陛下的种种恩惠 臣无时无刻 不敢明武内 但臣眼下却有一不情之情 不过不是为了臣自己 臣想请陛下开恩 成全我哥与居点一的婚事 居点一 方卓英与居点一有情 嗯 钟郎将 跟林景司的点一暗通款区 成何体统 我哥与居点一 虽两情相悦 但发忽情 止于礼 从未愉悦 还请陛下不要怪罪 两情相悦 那他怎么不来 让你在这大晚上的 替他来打扰重伤的阵 臣有 苦中 罢了 朕 也该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了 这便下旨 只婚方卓英 和浙流 多谢陛下 你还没得到 替他 人家 他 你还得到 殿下 是 也不得到 你还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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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派人暗中观察 居殿一一直在修补绣品 非常淡定 并没有丝毫地紧张和错漏 殿下 绣品已经修补好了 今日又有圣旨 若不放人的话 恐令人生疑啊 说得也是 反正不致我敞王府的事 何必强出头 居殿一 您慢走 有劳了 我 isot心的手 你把握手 先吻 你赶莲 一个人 你得赶莫 还莫 你得赶莫 乖 你赶莫 你得赶莫 你得赶莫 师父 师父 金城宫有海事职守 你不必担心 启禀宫宴 是 举点一已经离开厂王府 正在回宫的路上 若无一场 半个时辰之内 将回到陵锦司 知道了 退下吧 多谢师父 允准海事去恳求陛下 师父 那卓英先告退了 去哪里 我 我还有事吩咐你 立刻去承熙的会仙楼 买一坛荔枝酿的三花醉回来 师父 师父 卓英 快去快回 快去快回 或许还有机会 见他一面 你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 殿一您才一日不在 这些孩子 不晓得又跑到哪里去玩耍了 你 秦海宫 秦海宫 这赤柳树再过几日 怕是要开始节食了吧 这赤柳树是千叶红花 但凡赤柳千叶者 节不节食 即便节了食 那里也不会有子 没想到这满树红花 竟然白白开了一下 竟然白白开了 卓英有性命之余 迫在眉睫 他是胡库王 跟洪耀递基的莫子 就凭他跟胡库左王 爵似的容貌 便有资格继承王位 但现在朝中有人 跟他的亲兄长 左扑敦王勾结 想要揭露他的身份 借助陛下之手 除去他 我劝过卓英 让他回汉州 投奔他的叔父 但他是个重感情的傻孩子 他跟我说 不跟你在一起 他并不去 可是前路凶险 哪怕他武艺超群 只能侃侃自保 他五心不定 恐怕没有活路 五心不定 人心中若有念想 做事便不能决断 可不不在导荷 我明天不妨 岛海公 我晓得怎样做 你晓得 请青海宫转告他一句话 倘若他不珍重自家的性命 那这里有这一条命 算是白白断送了 这药发作极快 但不会有任何的知觉 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苏姨 你都听到了 你放心 这刘绝不牵连于你 趁现在没人 你快走吧 典一 你眼睛不好 我孤身一人 又能去往哪里呢 倒不如便陪着你 做您的眼睛吧 公子 找您的铜钱 慢走啊 公子 有功常来 好 雪儿 给我来一台荔枝酿的三花醉 客官 我们店荔枝酿的三花醉 今日已经卖完了 要不来点别的 我这儿有谈荔枝酿的三花醉 不知这位公子是否愿意试一试 这位姑娘 这三花醉 公子请坐 夺寒尔萨 你是夺落的人 左仆敦王 既会夺寒尔萨都来不及 怎会派人来寻您下落 是右仆敦王 命我们在此接应夺寒尔萨 是俄二纪属服 这坛酒的泥峰里 有各地接应处的地图 可以换马 请夺寒尔萨 务必于九月中赶到木河关外 出了关 便有人护送您穿过家满药到 回湖库去 今日有缘得见公子一面 这坛酒就送给您了 酒我收下了 碎金还是要给的 大爷植了 大爷植了 姑姑 姑姑莫乖 姑姑一路好走 对嘛 期程差不多了 送了酒 便回去看资料 哥 你回来了 还是 等哥回来再谢你啊 你要去灵禁寺啊 你到了那儿 有天大的好消息等着你呢 你就乐吧你 方卓英 慢点 怎么锁门了 这刘姑娘呢 你们快点 你说 ein tanta 不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知流水喜悠悠 风吹烟波起入褥褥 浙流姑娘 浙英能同你成为朋友吗 方大人当然是浙流的朋友 何出此言 浙英从前同浙流姑娘只是不常来往的朋友 但从今往后 浙英想同浙流姑娘 能成为常常来往的朋友 这样在平素里 姑娘有什么事要帮忙 浙英都可以代劳 纵然事情再小再繁琐 我也不嫌麻烦 这是来自越州的胶丝 好看吗 好看 比天上的彩虹还精英剔透 方大人说好看 那一定是很好看的了 有醒亲的中卫军回来 还带了一些家乡的红枣 好一块尝尝甜还是不甜 自然是甜的 你还没尝 怎么知道自然是甜的 我 就是知道 来 快尝尝 真甜 彩虹就挂在这空中 倒影在这湖水之上 这湖边的藤蔓 凝结的露珠 若用心去看 也能看到彩虹 那我们这一路走来 应该有不少水蛙吧 是否从水蛙中也能看到彩虹 原来宫里处处都是彩虹 可惜以往都不曾留意过 只知道看向天空 谢谢你 方大人 这刘姑娘若不嫌弃 以后你想看什么 想回忆什么 都可以告诉我 我都愿意讲给你听 你独自你难迷腹 情留之万一宿 可坦承认梦里独首 我一生万里最后 那爱无端偏有 中风的曲 尽皆春秋 从以后离人流 并回首 你独自你难迷腹 你独自你难迷腹 可坦承认梦里独首 可坦承认梦里独首 那爱无端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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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逢的曲 尽皆春秋 此刻 岁月室 sag 凯露遂 好 哥 帮哥 叙事庚子下了 我要去当职了 帮哥看好浙瘤 欲眨眼到硕日了 是 陛下 是 陛下 以往之乱时 世人都说 朕是太宗处境在世 可要朕说 若是真有人能问上太宗一句 大帝便会知道 他也不愿意再活一回 这世上种种 趣味不过如此 倒像是一个雪洞 陛下在朝 朝野稳固 天命之君 这四个字 依朕看 不过是漂亮的金笼子 他们想用它来套住朕 宛如套住一只黄鲤鸟 还指望着朕 能在笼中婉转提名 卓英 你说呢 有些人希望 朕能听见朕 一千秋万岁 有人希望朕在这一刻就横死 有些人是不会罢休的 有些心 也是不会死的 不知不知 杨树 樁 甚至 小丁 有些人是否 没有人是否 能掌握 一个人是否 没有人是否 不知 任何人是否 能掌握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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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因我 已无旁骛之吻 已是分寸的针 脱贴我们 凉风喜悦 推住门空荡不狠 这现实安稳太适合牺牲 见我 已万烈的天真 几种勇敢引人 浪费一生 时光在满横 也摇摆赤子骨骼 思念都不必 借你回忆来 帮身 当时 风花纷纷 应是 很 是 沉 何故 有段座 风月里 孤深 沉 像在淡青的城 与我 与我在的篇幅 为你踏平的路 铭定在我的背后 铭定在我的背后 能不能帮你